最新消息显示 美国有人又盯上中国稀土了 就在同一天 在稀土领域 中国也对美国做出了一项决定 敬请关注本节目 了解详情 稀土对于国防军事的作用 因美国人近年在不断炒作 以众所周知 最夸张的说法是 美军生产的每一架F35隐身战机 都离不开中国稀土产品的支持 而美国人将F35隐身战机 卖给了不少国家 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这样的说法的确夸张 但也没脱离事实 的确每一架F35战机的生产 都离不开稀土 但离开了中国稀土的生产 美国人就不能生产F35战机了吗 很显然 这不太可能 中国占全球70%以上的产能 的确会对全球供应市场 产生无可置疑的影响 毕竟中国之外 还有接近30%的产能 美国有这个能力 在极端的情况下 将这30%的稀土 抢回家造F35 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先进的 稀土深加工技术 拥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一没有技术 二没有市场 这是导致美国人 将自己开采的稀土矿 运到中国加工的原因 也是美军即使这10年来 一直呼吁要建立美国稀土工业 却毫无进展的原因 当前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美国人对战略资源 必须依赖中国越来越焦虑 以前他们使用技术 卡中国企业的脖子 非常得心应手 中国一家企业被断供芯片之后 不得已停工数月 因此他们不太担心 在少量领域 让中国拥有卡脖子的能力 但是这种现象 正在被慢慢逆转 另一家中企华为科技 在美国人断供之后 展现出了强大的技术实力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芯片已不能作为 美国人手中的王牌 其他领域技术制约效果 也变得越来越差 面对这样的局面 美国人觉得 是应该下猛药 来改善稀土依赖中国的时候了 5月12日 美国高层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 企图扭转这种局面 该法案提出 通过税收优惠 国家资金资助的方式 来鼓励美国企业 加入到建设美国稀土供应链中来 其目的就是保证 美国国防军事工业的正常开工 保证在未来尚未生产的 3500架F35 能够顺利地从洛克西德马丁生产线上 生产出来 有意思的是 就在同一天 中国对美国做出了一项新的决定 将稀土矿石从加征关税的清单中剔除 毫无疑问 看得出中国的态度是 欢迎将美国的稀土矿石 运到中国来加工